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的环球追踪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隔晚外围的情况 首先是美国的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反复低收0.3% 能源及零售股收额由价下挫近3% 标普能源股指数跌近2% 是跌幅最大的股份类别 其他股份方面 苹果股价跌0.6% 美时第三季同店销售出乎意料下跌 又下调销售及盈利预测 股价大跌1.4% 另外阿里巴巴网购截结束 交易价超过912亿元人民币 阿里巴巴股价仍要下跌2%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曾经升过49点 亦都一度下跌过62点 最终收报是17702点 下跌5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报在5067点 下跌16点 标普500指数 收市报2075点 下跌6点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较本港收市造价 普遍下跌 见到汇丰 折合港元部61.6 比本港收市下跌0.32% 中移动上升0.53% 中联通下跌0.77% 中人寿下跌0.2% 都要下跌 中海油下跌超过1% 中石化下跌挨近1% 中石油下跌挨近1% 欧洲股市上升 企业业绩利好市场情绪 德国消费品 生产商汉高第三季盈利增长 超出市场预期 股价大幅上升近7% 另外 啤酒生产商家事白 新管理层制定重组计划 股价一度急升9% 收市亦升超过6% 英国富士100指数 上升21点 步6297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升75点 步10907点 巴黎剑指数 升40点 步4952点 油价显著下跌 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 上升630万桶 是连续7个星期上升 增幅远超过预期的100万桶 另外 伊莱赫增加原油供应的消息 亦都不利油价的表现 纽日旗油收市报42.93美元一桶 跌1.200美元 伦敦波兰特旗油 报45.81美元一桶 跌1.63美元 今价未有受惠于美元回落 市场营员关注 联储局加息的前景 是3个月以来最低 亦都贴近7月创下的5年半低位 纽日期间收市报1,084.9美元 下跌3.6美元 跌幅达到0.3% 再和大家跟着美元回格 美元兑港元7.7504 日元122.8 歐元1.0766 英镑1.5234 瑞士法郎1.0035 加元1.3247 歐元0.7143 纽元0.6572 最后是美国国庫债券 十年期债券报2.32来 三十年期债券报3.12来 外围的情况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Jesse交给Tracy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这一节环球追踪 这一节嘉宾请来Harry 和我们跟着外围的市况 Harry 早晨 早晨 先和大家看看 竞价时段港股的表现 看到港股高开125点 没有受到外围拖累 看回美股方面 刚才少月和我们跟进过 美国星期三是过商日假期 债市和银行优势 看回美股都是如常买卖 不过成交明显淡静 能源板块是牵淡 所以都牵动到三大指数匯 看回油价都连错了一段时间 去到两个月低位 Harry 你看油价和金价方面 商品市场 沽压是否还会持续 因为12月似乎加息的枯升越来越高 一来我觉得美金强 很难说商品有一些比较好的走势 但是隔晚油价 我觉得有一些消息上的炒作 特别是大家比较害 美国能源总署EIA 未来周四公布的数字 觉得它会增加很多库存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多库存 大家回想私人协会API 由于刚刚星期二的数字出来 好像库存增幅比预期高 在估计EIA可能有明显的库存上升 但是出来的数字 完全未在猜测 所以油价率先跌下去 如果加上来说 看到实际的数字 EI那边的石油出口 好像多了一些 所以油价格格晚跌得很厉害 整个3%跌下去 連带所有能源相关的股份 我相信今天港股这边的三桶油 股价走势 所以其中一项 另外我们看到 本身一些百货类别的股份 亦出了业绩 Maisi那份业绩 如果你只计核心顺利 就叫做好市场预期 但收入和同店销售方面 大家原先以为是一个持平 但跌了3%下来 另外预测 特别是Friendskiffing的旺季 预测盈利都做得一般 所以你会看到百货股拖累整体指数的表现 昨晚是比较明显 但如果你看美股的走势 刚才Tracy你也说到 其实都是国商节假期 其实银行和债市是优市的 美国的假期很有趣 有时股市会开回 所以交易额上来说 其实是低了一点 所以隔晚来说 市场普遍的入市意欲 都是比较淡静一点 所以Semi的下跌 又未足以有什么指标 逐步逐步看看 联储局及后 耶伦都会说话 看看他如何演绎 加息的预期是否这么热烈 我们也看到三藩市联储银行总裁 John Williams 威廉斯接受USA Today访问的时候 如果经济持续改善 政策决策者 会对通胀回升有信心 所以联储在12月会议上 加息非常强劲的理由 大家都不要忽略他说话 因为今年原来他有投票权 他这样说是否都给市场有一个 预先有个讯号来的 是会加息呢 这个讯号其实就没有特别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和Tracy 你们谈开加息 我倒转看 倒转看的意思就是 整个market已经去到很充分的预期 好像12月好像加了息 所以大家要看加息究竟是如何去看 主要都重要是说 现在是11月12日 本身还有一个多月 才到联储局的议色会议 中间这些数据 会不会影响联储局的决定呢 其实还有很多数据 我数到十多个数据 都要出来才到议色会议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市场是一个炒作味道 所以大家对于色口敏感股份 也不需要太悲观 明白 好 谢谢Harry 你的分析和你休息一会 进后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